结婚前一天,我有了读心术,我听见准婆婆说 明天结婚拿不出彩礼了 另一道声音却说 反正怀孕了,不嫁也得嫁 我寻思了片刻,左右无人不知道哪里来的声音 于是我试探地问,家里发生什么事了 哎,都是声音上的事 另一道声音却响起 就是不想给你钱 我怕我的表情太过震惊,于是沉默了一会才开口道 可之前都是说好了的,张沈,两家都不是小门户 我们两家的彩礼本就要的不算多 现在不给了不好的吧 哎,阿姨也知道是我们不好 可这是临头了,资金全部去填补资金链了 一时半会儿真的是拿不出来啊 不过明天之后大家都是一家人了 我们张家的不也是你的了 也没必要在意这一时的形式,对吧 可我却清清楚楚地听到了那完全不同的心声 丢的是梁家的脸,又不是我张家的脸 只有我张家的好儿子才能不花财礼取上媳妇 那是人人都巴不得夸赞的厉害 我看着这表里不一的人 我觉得恶心,非常恶心 这种人居然即将跟我成为一家人 一想到平日里,她的疼爱充满了虚伪 我就忍不住恶心 小丽,你怎么样?没事的? 没事,阿姨,我自己休息一下就好 要不您先回家吧 好,那我们明天见你,照顾好自己啊 听了她说的话,我现在很想知道 我的准丈夫张思聪对这件事是什么想法 随即我便拨通了张思聪的电话 喂,宝贝怎么了?想我了吗? 思聪,刚刚阿姨来家里了 家里生意出了什么问题吗? 啊,这个,是啊 家里生意上出了点问题 需要资金去填补 之前本来以为结婚前能周转过来 结果还是不行 需要我做些什么吗? 啊,这个倒是还不用 张思聪话锋一转 今天你状态怎么样? 宝宝有没有欺负你啊? 还好阿姨今天说明天不给彩礼了 宝贝,哎,我当然想给宝贝最好的一切啊 可是现在这情况 宝贝,你这么善解人意 一定能够理解我的,对不对? 我深吸了几口气 把涌起的怒火墙压下去 我当然理解你啊 那你先忙吧 我也去准备一下 她这支支吾吾不断找步的样子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一家子可真会算计 随即我便做了决定 我抓起手机 一边安排司机带我去医院 一边给爸妈打电话 妈妈,明天我不结婚了 要麻烦你和爸爸 马上联系一下我们这边的亲友 告诉他们明天不要去酒店了 哦,对了 还请他们先保密一下 谁都不要提前和张家谈起 小丽,出了什么事吗? 张家欺人太甚 我不嫁了 先把婚礼的事情处理好 过后我再和你跟爸爸聊这个好吗? 好,那我先去处理一下 明天婚礼的事情 我妈向来都医我 也没有再追问我 我相信我妈会和我爸 一起处理好这个事情 不需要我来担心 医院很快就到了 今天我本来就要来看看 胎稳不稳 只不过刚刚来之前 我把产检换成了流产手术预约 梁小姐,孩子很健康 你也要结婚了 怎么要拿掉孩子? 因为我不想让她在一个 不健全的家庭里出生 甚至未来还要背负两个家庭的恩怨 所以我只能对不起这个孩子 医生不再开口 再次醒来时 我便已经躺在了病床上 休息片刻 我便起身回家 一进家门 我妈看见我脸色苍白 连忙问我 小丽,你这是怎么了? 没事,刚刚去做了个流产手术 荒唐,怎么不给我们说一声 自己就去了 也不和保姆说一声 都没有人照顾你 我想着没什么 就自己去了 手术怎么样? 没问题,小事而已 怎么这么急? 就算不嫁了 孩子我们也不是养不起啊 我怕她最终会成为我们梁家的桎梏 永远和张家断不了牵连 难道我梁家还怕她张家不成? 那当然不是 我只是不想 他们像牛皮糖一样缠上来 而你们碍于孙孙的面子不好处理 何况这孩子还是来得不够巧 终归是错的 我怕我对她会有怨恨 对她的成长也不好的 可毕竟伤你的身子 痒痒就好了 别担心 亲友都通知好了 说说吧 到底因为什么事? 今天张司聪的妈妈突然来找我 说家里经济困难 彩礼拿不出来了 欺人太甚 因为什么事? 她说是因为资金用来填补之前出问题的生意了 但我却知道了 他们是觉得我已经怀孕了 吃定了我 才故意这样 欺人太甚 我爸暴怒 甚至都没有怀疑过我从何得知的 好一个张家 果然是扶不上墙的烂泥巴 如此对我梁家的宝贝女儿 爸 别生气了 我们把事情解决了就好 你打算怎么办? 我们不是为了简单不受累 就让酒店办理一切结婚流程吗? 既然这样 这婚她结她的呗 我们就不去凑这个热闹了 我们去看看爷爷奶奶吧 好是好 可你的身体需要休养 我要是待在家里 估计也不得清静 咱们现在就一起出去 给家里的阿姨们也一起放个假 那行 我们现在就出发 孙女 你们到底怎么了呀? 怎么突然说不结婚了 又突然来这儿了呀? 没事 奶奶 就是突然发现 我们两个不合适 想想还是觉得及时止损比较好 奶奶 对不起啊 您还得多等几年 才能当上太奶奶了 我没有留下这个孩子 一片寂静 我爸看不下去了 打了圆场 我早就觉得 那小子配不上我家小丽 现在这样也好啊 既然这样 怎么不在家好好养养身子? 孙贞 你们也是做大人的 怎么任由小孩子胡来 哎呀 奶奶呀 您这可不就冤枉我妈了吗? 我这身体好得很 是我太想你了 你呀 就心疼你妈 我就说她两句 你就不一了 哈哈 那还不是因为我知道 你也最疼我吗? 是是是 就你最了解 就你是个鬼灵精 随即说吧 奶奶还是不放心地叮嘱我妈 多看着她点 年轻人不懂这些 省得将来受罪 妈 我们知道的 你放心吧 大概到了下午 张思聪给我打来了电话 宝贝 我好激动哦 我压着情绪回道 嗯 我也是 我激动地等着明天的精彩 宝贝 我们都好好休息哦 明天婚礼会很累 我就不打扰你了呀 我说好电话就结束了 我妈斟酌着开口 你干嘛还接她电话啊 我安安她的心 她今晚怎么出去浪荡呢 是的 下午六点打电话 来表达她的激动之情 还说要我好好休息 这不就是在说 今天晚上就别联系我了呀 而不要联系 那是要干什么呢 随即 我便打给了早已准备好的私家侦探 第二天 我舒服地睡了个懒觉 打开私人侦探的对话框 照片罢了评 真不愧是专业人士啊 那些照片拍得可谓是清清楚楚 之前花的就是值 随即 家里别墅的物业 给我打来了电话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吗 梁小姐 刚刚张家那边来了一伙人 我们记得您的吩咐 拦住了 谢谢 你们做得太好了 不过我们要向您道歉 我们最终 还是没有拦住张先生 被他闯进去 没事 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 别让他们再进去就是了 谢谢你们 还有个事 也想跟你说说 张先生大概是太生气了 在小区大喊大叫 被你的邻居孔先生给送警局了 这是什么爵士傻貌 我们小区住户非富即贵 他是吃饱了撑的吗 还是觉得自己家生意起来了 他是飘了 这个问题就让张先生他们自己解决吧 通话结束我就笑了 今天张思聪和张家想来 应该是过得非常精彩了 未完待续 下集更精彩